这个人一出生就头顶乌云,谁靠近谁倒霉 但王妻却非常乐意跟他做朋友 他叫崔北自打娘胎出来,就顶着一头乌云 是个失大失的扫把心 家里所有人都被他磕死了,连看门的狗狗也不例外 他前往罗亚,代替刚死去的母舅老爷 出任大理寺主物的空缺 在森林里,他遇到一群绑匪,被绑到山寨里 由于没什么钱财,山寨头子举起刀就要把他解决掉 这时崔北的科兴体质发挥作用 山寨头子被吊下来的大钟砸倒 老虎冲进寨子,到处乱咬 崔北被老虎吊走,山上突然发大水把老虎冲走 而他幸运地活下来 接着另一群绑匪想卖掉崔北 又突然遭遇火山喷发 最后有个人看中了他头顶的乌云,就将他绑起来 成立乌云神教,到处摇引火中欺诈百姓 这个项目居然做得还不错 由于崔北吃吃不当大理事报道 李宾找到他后,要抓回去问罪 崔北头顶的乌云变大,周围电伤雷鸣,在罗阳城引起一阵不孝的风暴 果然没过一回,李炳就被风暴差点吹飞 就在他束手无策时,有个人竟丝毫不惧怕地走进殿堂 这个人就是王七,自打娘太出来,就是出了名的命运 崔北瞬间震惊,这个世上居然有人靠近他,不会倒霉 王七突然给他当头一半,因为崔北迟迟未上任 竟要了一对案子,害他一直得加班 王七边打边骂,发现着心中的愤怒 不仅把乌云引起的风暴驱散,还把崔北直接打晕了 后来王七就主动和崔北交朋友 他天生命运,天不怕地不怕 崔北的家族本是柏林的迷蒙王族 他的画画技术特别好 在大理寺主要负责画显影的画像 李炳经他整日愁眉苦脸,并主动去和他谈心 可他也害怕他的倒霉体质,所以不得不离得远一点 只是当他开导完崔北后 脚下踩着的瓦片突然滑动 吓得他瞄了一声从屋顶上摔下来 果然还是得离崔北更远一点 崔北的倒霉体质也不是只会热火 李炳很聪明地把它变成装补工具 挂倒一只花要淘宝时让崔北即刻发工 这出人意料的书法,直接把讲话的挂倒给磕倒了 打球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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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